《曲名片》 《文明圈》 《歌唱》 一遇遊鏡下小姐 我不inka你的電話 如书絕對是一個充滿著壓抑的一個人 過去小時候的經歷 令到他和父親 都有很多誤解 如樹這個角色 會經常令自己 忙到一個地步 然後去模糊自己的一些感受 有很多理由跟爸爸保持一個距離 保持距離的原因 很多時候是因為有些錯誤 我們不敢直接去接觸 喂 小姐 你爸爸進去醫院了 是啊 有什麼留在百姓再說 明明我們可以很近 但是 如是對父親隱藏著的怨恨 令到我和父親從來沒有好好地相處過 我現在回來了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好好地吃一頓飯 如是爸爸在他的童年 是曾經absin了一段時間 其實他對於世界上所有的男人 都有一種不安全的感覺 華仔就是我在戲裡面 一個前度的男朋友 他是我和爸爸相處的一個橋樑 縱使這個很適合的人 但是都不能夠走在一起 有幾場我們在車的戲 我自己就非常之喜歡 因為那些對白非常精靈 很能夠說得到男女大不同的感覺 至於小齊 他就好像一個開道如恕的一個人 年紀大了 病 有時候看不出來 但是老 你看得出來 小齊那個角色擔任了一個 由陌生人的角度 去透露給如恕知道 其實爸爸一直以來背負了什麼 沒有讓你知道 你死者是誰 我是她的女兒 原來在三個女兒裡面 我和她是住得最近 但偏偏在她在生的時候 我和她走得最遠 這個就是我很感慨如恕的一個部分 我很感動 我們自己拍的時候 都比劇本深深入感動 如恕這個角色 其實整整經歷了一年 一個情感上的延避 他才可以告訴自己 其實我很在乎 所以電影就做了一個出口 令到他有得表達 一個壓抑了一輩子的情緒